然後處長可以拉這邊 對對對 擱淺的待妹經過12天 細心照顧 準備掩放 試驗服產發處長林鼎超 海科館館長陳樹芬等人 小心翼翼將待妹放回水中 讓她重回大海 我們蹲下來嘛對不對 對 蹲下來 然後尾巴先讓她進水 尾巴先讓她進水 好的 然後尾巴下去之後 再把頭放掉 我們給她一個空間喔 等一下喔 她會找那個海流 海浪的地方 對 這隻待妹是在今年4月5號被發現 當天有民眾在基隆八斗子釣魚 沒想到竟然上溝擱淺的待妹 海保人員獲報之後 發現她口中卡著釣溝 立即將她送到新北海洋保育教育園區 發現這隻待妹體重5.6公斤 是一隻青少年海龜 這隻海龜是在八斗子釣魚平台 被這個釣客所釣 釣起來 然後因為她嘴巴有被一個鉤子 鉤住 所以她也在 也 我們也取名叫帶鉤 就帶著鉤子上來的一隻海龜喔 那經過12天中華金屬協會的 細心的照顧喔 然後終於選在今天 然後在這個曹金袋這邊 曹金保育區這邊 然後把它也放出去 經過12天細心照顧 帶妹終於重返大海懷抱 近年來 市任府持續優化 八斗子舊商站的場地設備 邀請企業一起加入 像是葡萄王生技公司 日前捐贈一輛救援專車 大幅提升執行任務的成效 那今天其實很開心 有這個機會能夠參與到 他們去放生這隻海龜 那以前其實我們 我之前有去他們面面做過 就是說體驗一日的一個 志工這樣子 然後看看每次海龜的狀況 然後去幫他們餵食藥物 餵食 然後甚至又清洗他們的糞便 所以我覺得其實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今天能夠親自 就是看到他們 其實他們已經 這隻海龜 療好的傷 然後再把它也放回海域去 海洋永續這個議題 那包含的就是我們海洋生物的 一個救援救護 以及放流 那這些事情其實都是永續裡面 很重要的議題 那金融市政府其實這幾年來 就是結合海科館 還有非常多的企業 就一直在做這件事 那包含在我們 潮進富裕海灣裡面 我們在我們的智能館裡面 也有做很多項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所以我們也很期望說 一片很棒的海洋 那希望能夠結合民間企業 跟政府單位 我們一起未來 為了這個海洋的永續 一起來努力 那我們也特別感謝 這個葡萄王生技 那他也捐了一台救援車 給中華金融協會 那我覺得就是在野放 保護救援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不能只單單靠政府 然後也希望 有更多的民間力量可以參與 讓這個 救援 然後野放的這樣的活動 能更完整 今年截至目前為止 動保所已經受理海規通報 救援案件總計七支 包括五支綠蜥龜 兩支戴帽 市安府強調 已經和各單位 建立良好的合作模式 希望對於海規救援 收容醫療野放 效能能夠大幅提升 記者黃燒民進用報導